12月3日,近百名香港市民会聚美国驻港总理事馆,就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所谓《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一事》进行抗议,谴责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 中午一时许,香港民间团体通信护港约百名成员会聚香港中环折打公园,首举取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,谴责美国霸权入侵香港,干预中国内政,滚出香港等标语,高呼口号,挥动国旗。 随后,队伍高唱国歌游行至美国驻港总理事馆,并向美国驻港总理事馆代表递交抗议刑。 同信护港发言人,活动召集人曹达明表示,香港自回归以来,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下,基本法多年来行之有效。 然而外国势力始终干预香港事务,纵容港独分子在港大肆破坏,希望借此活动向美国驻港总理事馆表达他们的心声。 香港是中国领土,不容美国,说三道四,希望美国不要打着民主旗号,干涉中国内政,全港中国香港人都支持自己的祖国。 我们香港是中国的地方,关你美国人是什么事呢?那你后面指指点点,今天他要将这个法案告诉那帮暴徒,暴动人听,要许为支持他,其实不是的,这个法案是没用的。 参与抗议的市民热情高涨,他们沿途互相打气,高呼口号,并纷纷为沿街的警察加油鼓掌。 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不少路人和过往司机点赞。有市民表示,参加活动亦不容辞,看到原本安宁祥和的香港暴乱不止,他十分心痛,希望美国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。 香港市民余先生是一名伤残人士,他称自己已多次参与这样的抗议活动,希望美国收手,停止对香港青年的洗脑,希望港人团结振作,让社会重回秩序。 我是伤残人士,我今天都要来,我永久伤残,问题我都要来,为了什么呢?为了国家的利益,还有为了香港的市民的福祉,美国应该要收手了,你不能够干预别国的内政,香港是中国的, 现在香港是有小部分的青年人被他洗脑,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年长人,是知道他很有秩序,有计划,是有阴谋做的,希望我们香港人团结,振作,重复这个正常的轨道的社会秩序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